午夜 可有些许效果 3. 用药用植物 4. 最好事先预防 避免接触可能引起前麻疹的药品植物植物或昆虫咬伤的可能 带状炮症 1. 使用止痛药 2. 服用维他命C及B群 3. 冷疏患步 4. 避免高温 5. 泡太白焚躁 但只有暂时止痛的功效 6. 使用双氧水擦室在患处 7. 使用抗生素软膏 U 1. 使用维他命 A 直接涂在U上 2. 效果良好 2. 降维他命C倒碎 3. 掺水拌成糊状 3. 直接涂在U上 3. 对某些人有帮助 3. 贴 OK 4. 保持前到 5. 使用百分之六十水洋酸的卵膏 3. 使用前先将患步进在温水十分钟 4. 以促进药物渗透 6. 记得穿鞋子以免脚上的裂痕或伤口被病毒入侵 7. 经常更换鞋子 8. 避免接触伤口 9. 宝贝指甲周边 10. 放松心情 接 1. 以热敷将浓低出 2. 延长温敷时间 3. 以消毒针将接刺破 3. 再将浓挤出 4. 物质感染扩散 4. 机眼与后点 1. 不可用尖锐的工具将机眼与后点去除 2. 谨慎指用膏药布 4. 最好是完全避免 4. 浸泡盐水或羊肝菊茶 4. 磨除后点 5. 以软垫隔开脚趾 5. 以免因磨趴而造成的机眼 6. 使用点是绷带 7. 覆盖换布 8. 请鞋将伸展提鞋 6. 使鞋子有繁性 7. 减少机眼得疼痛 9. 避免高跟鞋 10. 穿尺码相伏的鞋子 11. 汤尿病 患物自行处理后减破肌眼的问题 8. 疼痕的问题 1. 保护皮肤 避免受伤是手药工作 2. 帮助伤口快速复原 3. 剥除窗夹 4. 饮食均衡 5. 用力搓洗伤痕 6. 用防晒油遮盖疤痕 5. 脂肪堆积 1. 减轻体重 2. 营养均衡 3. 充分休息 4. 防止变地 5. 保持皮肤的排泄系统通胀 6. 多喝水 7. 避免盐分 8. 戒除喝咖啡或抽烟的习惯 9. 锻炼肌肉 10. 按摩脂肪堆积部位 11. 坐深呼吸 12. 保持平静 10. 香港脚 1. 爱护足部 1. 给女充分的休息 2. 输解农疮 1. 以冷敷控制 2. 发炎减轻痛痒及前造农疮 3. 浸泡盐水溶液 4. 再换不涂药 5. 治疗指尖部位 6. 去除死皮 7. 2-3天 清除一次支甲构 8. 使用抗霉菌乳霜或乳液 可抵抗复发 9. 选择适当的鞋子 10. 经常换鞋 11. 保持鞋子的前双 12. 经常换袜子 13. 戴脚趾 12. 尖扎鞋爽身份 14. 在鞋内 扎鞋爽租坟 15. 物赤脚 走在公共场所 脚臭 1. 经常洗脚 2. 在脚上 使用爽身份 3. 使用止汗剂 4. 经常更换袜子 5. 穿通风的鞋子 6. 睡前